大家好,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攻略 元神4.6 封單全寶箱任務神童 一條龍全收集舊日赤海諾托斯區邪律上的永續是為了救日與明天遲來的歸鄉他的 生命在那邊超越時空的空翔 塔皮托零三二神童五四 寶箱145 地零竿及後續寶箱神童55 寶箱151 好,那我們這一批開局來到 斜律苑右上角這一個矛點啊 到這裡之後在我們正前放東北方向地圖上角 這裡是一個解密 來點擊引出 切換一下交互狀態 這邊四個啊 好的,那拿到這一個 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寶箱東方向地圖一邊 從這裡流出來然後低透正架方 正架方啊這邊這裡有一個摩拉堆撿起來這個摩拉堆 咦 好的,撿起這個摩拉堆之後 在我們北方向地圖上方這邊有一個 怪物鎮舌的寶箱 我們來拿一下這個 定時炸彈 好的,回頭把這些怪清掉 好,那切換怪之後拿到這一個 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在我們的東方向 東方向地圖右邊 從這邊往前游 對面這裡又有一個限死 這個怪物鎮舌的寶箱 好,來清一下怪 好,切換怪之後拿到這一個 精緻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在我們的腳底下 東方向地圖右邊 腳底下 這邊游下來 這裡又是一個怪物鎮舌寶箱 以及一顆神筒 我們先把神筒拿到 然後把怪清一下 好的,切換怪拿到這一個 精緻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在我們正前方 這裡會出現一個 傳送門 點擊乘坐這個傳送門 好,往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游過來 這裡的話 有這個 仙林 摸一下仙林 前方的這個 這個什麼螃蟹 拿一下 然後把這個給它炸了 紫藤糊給它炸了 兩個紫藤糊 炸掉 從這邊游進去 好,現在零到尾拿到這個 金字寶箱 拿到這裡寶箱 前方矛點開一下 好,那開了矛點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西北方向 地圖左腕角這邊走 這邊有一個限時挑戰 來看一下限時挑戰 跟著吃水威力 這裡把這兩隻怪來清掉 好,然後再繼續跟著這個傳送門往上走 好的,那調教完正 拿到這個金字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 在我們的 南方向點不下方 這邊點擊取出 好,那我們又拿到一個樂譜 那這裡的話 我們看到前方這個龍西 這是一個地方傳奇 它是需要用一個草系角色來破盾 它有水盾 還是比較難打的 打完之後會給一個寶箱 這個如果你 打不過 暫時打不過 你就標一點 或者說找大佬幫忙 標一點 然後以後再來打 這裡是給一個珍貴寶箱的 好,我們來把這隻怪清掉 好,那打完之後這邊會出一個 珍貴寶箱 我們來開啟這個珍貴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在我們的 東方向 東方向偏北地圖的 右邊偏上一點 這邊我們自己走過來 跳下來 這邊是一個怪物鎮食的寶箱 來清大怪 好,那清完怪之後 拿到這個奇貴寶箱 拿完之後 西北方向地圖 左邊走回去 在前方那根柱子上面 有一顆神通 這裡從 旁邊 爬上 爬上柱子 它頂部有一顆神通 好,來拿到這顆神通 拿到神通之後我往西南方向地圖躲來角這邊 飛過來 這裡有個紫色水母 彈出來之後我往西方向地圖躲變 前方有水草 過去拿到圓越彎刀 然後回頭把水草割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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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拿到一個金字寶箱 好,那拿完這個金字寶箱的話 我們這一批就有拿這麼多 好,那我們現在所有的矛典圈都開完了 那現在我們在4.6版本是145個寶箱有30個先生 神通的話 54顆現在是 那我們 那我們現在還缺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 地零開 然後那個 以及 以及就做完任務 就做完任務 就做完了 這邊系列任務之後這裡會出現一個挑戰 然後以及 這邊這裡會出現一個挑戰 然後我們這裡露了一個寶箱 然後在 好像是 是在這位置露了一個 懸崖玉博 以及 之前有一個摩拉隊啊 我們下一批 統一 整個把它一起拿掉啊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好,那我們這一批 要來到這個 這個地下的矛典 就是上一批開始最後一個矛典 好,那到這裡之後我們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從這邊往外走 往這邊往外走 好,一直游出來之後 這裡往我們正下方 腳底下 這裡往下游 好,下面有一個摩拉隊 就摩拉隊 漏了啊 好,撿起來的摩拉隊 打開我們的地圖 我們來到 卡皮托林山 左上角 這一個矛典 過來之後 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裡是一個解密 這邊這裡給他 定住 這就不解釋了吧 這就不解釋了吧 大家應該都知道怎麼搞了 稍等一會 好,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金子寶箱 我來拿到它 好,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金子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 打開我們的地圖 我們來到 從高大到 右下角 這個矛典 好,過來之後 往北方向地圖上方 太透 上面 有 這邊一顆神通 跑圖的時候 給它錄掉了 然後限時挑戰的話是 要做完這邊的 那個 安魂曲 那個什麼任務啊 才會出現的 這樣限時挑戰 好的,我們過來 開啟這個限時挑戰 穿過這個什麼什麼門 按流 穿過按流 躲避髒髒國 躲避髒髒國 好的,那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精緻的寶箱 拿到塔 拿到這個寶箱 在我們的 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 這邊有一個限時挑戰 又是一個限時挑戰 開啟這邊這個限時挑戰 我讓我吃這個 水威力 可以 我再挑戰一下 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然後借過按打開我們的地圖 我們傳送到 這邊這個叫什麼 這裡叫 雅努斯之門 中間 這一個矛點 我過來東方向地圖邊 從這邊往下 直接穿過 交加這個按流 這幾個挑戰的話 都是 都是要做完任務啊 就做完那個安魂曲 什麼什麼任務啊 才能 才能 接什麼的 呃 這個這個 才能出現的 這樣的挑戰啊 來看 哦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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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挑战完成 这边会出现一个珍贵宝箱 过来开启 拿到这个珍贵宝箱 再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这个 切萨勒姆公 这个船是锚点 过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校 地图走在脚 这边过来 这里是一个摩拉队 这个摩拉队当时给漏了 拿到这个摩拉队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我们去那个 那个什么 封单 去封单找一个七点神像 把神像供奉满 好 那我们来供奉一下神像 好 那现在4.6版本啊 一共是55克神通 全都在我们背包里全部供奉 好的 那这边神像供奉满了啊 40 啊 就是10级多一刻啊 一刻留作今年 好 现在我们再打开地图 我们去这个 入井泉 去入井泉 去供奉一下泉水 去把池字供奉一下 好 那这边我们找到这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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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给 不给钥匙了吗 地灵看钥匙了 诶 两把 哦 神像最后两集 各给一把啊 那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再来到旧日之海 再次来到旧日之海啊 好 那现在我们的旧日之海 探索都已经百分百了啊 好 来到旧日之海 我们来到 雅努斯之门右边这根锚点 好 那过来说 往东北方向地图长角 往上游 往上游啊 游上来这边是地灵开 来开一下 好 来开启这个华丽的宝箱 拿到这一个地灵看宝箱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好 这边游下来 在这里有一个悬崖预波啊 这个悬崖预波 你看一眼我的屏幕啊 看一眼我的屏幕啊 那这边这个悬崖预波 在跑图的时候 给它漏掉了 拿到这个悬崖预波 再打开地图 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这一个 斜律域页 右上角 这个锚点 我来之后往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往上游 这个悬崖预波 这里有地灵看 来开启这边那个地灵看 拿到里面的华丽宝箱 好 那这边两个地灵看开启的话啊 我们现在整个4.6版本的地图啊 就已经全都全都完成了 包括这边佩特利可镇吧 回来是 是吧 佩特利可镇 对啊 这个诺斯托伊区啊 就这个佩特利可镇 以及地下区域的旧日之海啊 旧日之海 旧日之海 已经全都完成了 那 我们再来对一下我们最终的成就数啊 好 我们最终成就数是151个宝像 33个限制角在啊 这里我们缺一个乐章啊 这里我们去拿一架 这乐章也是之前漏掉了 那我们来到佩特利可镇啊 来到佩特利可镇 这边地下猫点啊 地下猫点 然后这里是 这个叫做 褪色古堡右下角 这一个啊 看一眼我的屏幕啊 就是世界boss左上角 这个锚点啊 好 过来之后 直接正前放跳下来 跳下来 然后 中间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我们点击取出 好 这样就拿到了 第二个乐章 第二个乐章啊 这里我们把 这个奖励啊 奖励记得领一下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 4.6版本的地图 就全都完成了啊 全都完成了 全都完成了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 世界任务啊 也就是 一些后续的世界任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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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